台中大坑是盛产麻竹笋 而台中地区农会是透过了低温运冷技术 打造成了黄金运冷笋来延长保鲜棋 这口感也变得是更清甜爽脆 为了推广农特产 台中地区农会也跟议员曾朝荣 是联手将在15号的大坑礼福德慈前广场 要举办浪漫烛光音乐晚会活动 邀请民众来到大坑吃美食 品尝竹笋的好滋味 台中地区农会和议员曾朝荣等人 手持看板和农特产 要为大坑来行销推广 预计15号在大坑礼福德慈前广场 举办浪漫烛光音乐晚会活动 所以我从过去到现在看到大坑的 这样的一个起起落落 那我当立委的时期 我就希望说 我可以来振兴我们大坑的这个观光跟经济 那所以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推广大坑的农产品 台中市地区农会表示 大坑地区麻竹笋年产量约340公吨 农会挑选最优质的30公吨 透过冷链系统延长保鲜期 口感跟清甜爽脆 打造黄金预冷笋 甜度可达11度 现在进入盛产期品尝正是时候 3-5度C的冰水去冰镇 那大概要一个小时 那就会让竹笋的纤维不会老化 吃起来就不会干干 就会保持它原来的脆的口味 竹笋要冷冷的切嘛 这红切面 水要冷的 锅子要冷的 放下去这样子 开始在点火 就是杀令 让它滚 大火滚差不多半个钟头 不要先盖 不要先盖 让它滚半个钟头 如果要加鸡肉 加什么 半个钟头以后再放鸡肉 再滚个20分钟 再拿起来 总共差不多50分钟 除了农特产之外 烛光音乐晚会 有手做DIY 和名厨竹笋创意料理等 邀请民众到大坑吃美食 体验休憩景观 记者林佳化 台中采访报道